女人神色惊恐地试图开门逃离 可是忽然一道脚步声传来 她慌张地望向身后 却发现正有四个奇异的人向着她追来 眼见这一幕女人更加惊慌 却不料当她焦急地打开大门才发现 那上面竟还有一道锁链 情急之下女人连忙努力地往里钻 可就在这时意外再次发生 女人顿时恐惧至极 却不料下一刻 而当女人再次醒来 却已经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好半天后女人看着露下来的一丝黄土 终于认识到一个现实 那就是自己被活埋在了地下 而这一切却是因为身为修女的 她撞破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此刻深陷绝境的女人顿时绝望至极 她明白自己再也看不到阳光了 这就是刚刚上映的悬疑电影《无暇修女》 废话不多说 请大家跟着锅锅看正片 就在女人被活埋的第二天 一个名叫赛西的女人远渡重洋 来到这所意大利的修道院 此刻满心欢喜的她 还没意识到自己到达的是 多么恐怖的地方 修女长一见她立刻眼中露出奇异的光芒 甚至直接夸她 就是从天堂下来的圣女 而他们也一直在期待她的到来 可是修女长旁边的依莎 却看着赛西露出明显不对劲的神色 但是碍于修女长的命令她 还是给赛西介绍起这里 这所修道院是专门为了 年长的修女送中而设立的 而他们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服务他们 而这里唯一的禁区就是修道院的地下室 可就在到达房间后 依莎却忽然劝赛西 如果赛西是为了所谓的找回自己 才来到修道院 那么她劝她最好选择别的方式 而因为是第一天来 所以赛西今晚甚至还有机会不去宣誓 可是赛西却坚持说 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而见此情况 依莎顿时也不再多元 当晚赛西如实参加了隆重的宣誓 此刻的一切都在她眼里那么美好 赛西需要许下三个誓言 第一放弃一切物质财富 第二承诺断绝外界的人际关系 第三则需要对主忠贞不渝 可就在此事旁边的依莎却明显神色异常 随着仪式结束 赛西也找到了接引自己来到这里的泰德神父 她开心地告诉泰德 自己在十二岁时在冰面上遇到一场致命危险 当自己被打包上来 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七分钟 可是自己却奇异地活了下来 所以从那以后 自己就相信自己的命是上帝给的 可是她却一直不知道原因 而来到这里她也是为了寻找这个答案 就在此时赛西忽然尿急匆匆离去 可就在她洗手时却忽然感觉到不对劲 外面竟然忽然安静了下来 她惊诧地转头看去 而后她直接走来推开他们 却发现刚才还喧闹 至极的大厅已经空无一人 她小心翼翼地一边前进一边呼喊泰勒的名字 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紧接着她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那是一个在台阶下面的铁门 而里面却赫然有着一个成大字躺着的人 赛西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路 而后她蹲下身子仔细查看那人的情况 却不料下一刻转过来的那人去面的 而那人嘴里却还在神神叨叨地说着什么 赛西顿时感到一阵恐惧 却不料下一刻 原来是修女长忽然出现 可她却告诉赛西这个人有些精神失常 紧接着修女长带着她继续前进 而紧接着她就在赛西不解的目光中 拿出来一个匕首递给她 她说这是送给赛西的礼物 而这个东西却是从公元一世纪的十字架上内拿回来了 赛西顿时震惊不已 而修女长却告诉她苦难就是爱 可是此时赛西却忽然感到一阵头晕 下一刻 而就在这晚赛西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惊恐地看到一群人头戴面罩 然后他们紧紧地抓住了自己 下一刻他们直接刺向自己的肚子 赛西顿时惊醒 可是好半天后缓过来的她却忽然发现了什么 她的目光顺着不对劲的地方看去 而那却赫然是一个身穿护理服的修女 赛西顿时背后一凉 可当下一刻她小心翼翼地开灯 眼前那个女人却再次消失得无影 一晚上遇到许多怪事的赛西顿时一脸懵 而就在一周后的一个夜晚 赛西准备睡去时意外再次发生 一个举着剪刀的人影忽然从赛西身边起身 下一刻 赛西顿时大惊 可是女人却神秘地说 赛西顿时把这个女人 当成了一个精神有问题且即将上天的修女 于是好心地把她带回了自己床上 可就在她要离开时 却忽然再次发现一场 她举着蜡烛看去 却发现女人的脚掌上赫然有着一个烫出来的印记 就在一个月后 灌事再次发生在赛西身上 正在泡澡的赛西忽然感到一阵恶心 下一刻她竟然直接吐了出来 而修道院也马上对赛西进行了一系列检查 可是结果却令人极其震惊 因为这次的检查结果竟然直接惊动了一位红衣主教 当不明所以的赛西忐忑的作家才知道 红衣主教梅洛拉居然是来询问自己 还记不记得自己的誓言 泰龙连忙安慰她放轻松回答就好 而赛西也马上回应自己绝对保持了 却不料他们却还紧追不舍地追问赛西 再来修道院之前有没有和任何人发生任何关系 可是眼见赛西坚持没有发生过 他们却露出了奇异的表情 原来在刚刚的检查中他们怀疑赛西怀孕了 可是一个修女怀孕值得红衣主教来吗 却不料梅洛拉直接问修女长 这一个月这里有没有外人来过 当得到修女长答复没有之后 修道院立刻给她做了B超 而赛西的肚子里面却赫然有着一个胎儿 这一刻负责检查的医生和修女长都露出了奇异的表情 而梅洛拉和泰勒神父也一样如此 他们都眼神放光地看向了正躺着的赛西 紧接着梅洛拉告诉赛西 他们居然说这是一个奇迹 可是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赛西 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但是泰勒神父却告诉他这就是上帝安排的 还记得你为什么失去呼吸长达七分钟 却还能被救下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圣子 而紧接着修道院就给赛西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这一刻他在修道院的地位无比超然 因为他怀的是上帝的孩子 所有人都为他祈福 这一刻修道院的所有人都以他为中心 可是台下的依莎却明显神色异常 而不管赛西皆不接受这个结果 他怀孕的事情已经成为现实 每当他来到一个地方 所有人会立刻起立向他质疑 也或者是向他肚里的孩子质疑 时间很快来到四个月后 正在干呕的赛西忽然发现自己掉了一颗牙齿 他顿时惊恐不已 他来到澡堂试图泡个澡平复下心情 却不料下一刻 赛西顿时大惊地反抗 可是透过水面他清楚地看到 那个人竟然是依莎 生死关头他拼命挣扎 而后对着依莎的手掌一口咬下 依莎顿时吃痛松手 赛西刚要逃离 可是依莎却紧追不守 而他的嘴里还在大喊着 下一刻赛西顿时被安到水里 眼看赛西就要丧命当场 下一刻又有人来到这里 而他们很快就将发跑的依莎拉走 可是这一刻赛西却清晰地听到依莎发疯一般的话 而修道院对赛西遇袭的事件也很是重视 马上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看到胎儿平安的泰勒和医生顿时松了口气 可是当赛西询问依莎袭击自己和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泰勒连忙告诉他依莎有精神问题 看到你怀上圣子他显然是极度了 可是赛西却忽然想到什么说 自己或许该去外面看看医生 他想去一家真正的医院而不是修道院 没想到医生马上说自己很专业 没事他经常去镇上的医院帮助接生 而泰勒也说这里是最安全的 显然他们都在拦着赛西离开这里 可就在赛西满腹心事地离开医生这里时 例外却再次发生 赛西立刻跑步去查探 这才发现这居然是袭击自己的依莎跳楼了 她内心顿时震动异常 依莎的葬礼很快开始 旁边的一个修女却忽然告诉赛西 这几个月自己发现了一些事情 这里很危险 而你应该也想知道你肚子里孩子的真正情况 可是赛西却说 没想到紧接着这个叫格温的修女 就跑到了栏杆处大火 可是很快格温就被人拉走 当晚的赛西久久不能入眠 于是她悄悄来到这个格温的房间 想要问清楚她发现了什么 可是叫了半天她才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于是她举着烛火来到修道院后院寻找 下一刻她就被一个散发光芒的房间吸引 而那里竟然隐约传来了格温惊苦的声音 赛西小心翼翼地走去 下一刻她顿时听清了格温在呼喊什么 紧接着她小心翼翼的附身贴上眼睛 而里面发生的一幕却让她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